我们现在没有原子弹 只有手榴弹 但是我要正告杜鲁门 站起来的中国人 不惧怕核威胁 你打你的原子弹 我打我的手榴弹 狭路相逢勇者胜 1950年 美国发动朝鲜战争 海陆空七万多名战士 在众多战舰和数百架轰炸机的配合下 迅速在朝鲜的西海岸登陆 美国人肆意妄为 随意插手朝鲜内部战争 以此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一路将战火延续到我国压路江边 甚至威胁到我国东北重工业园区 此刻毛主席立刻召开紧急会议 将所有党中央领导人聚集起来 研究接下来是否将要援助朝鲜 然而大家也是不同建议 不赞成出兵的主要原因 是我国刚成立新中国不久 有许多事情内部还没有完善 建议应该先发展本国的经济水平 就连我国最爱打仗的战神林彪 也不赞成出兵援助 因为他深知美国部队的作战策略 还有当时美国人拥有先进的重武器 林彪感觉出兵援助非常不划算 当林彪说完后 毛主席便问他 这就是你反对出兵援朝的理由吗 我的答复是 他有他的原则在 我有我的手榴弹 听完主席的话林彪立刻站起来反驳 为了减少伤亡可以先采取吞而不战的战术 这让彭大将军也是难以入睡 如果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在援助朝鲜战败 这显然就是对新中国的沉重的打击 就这样彭德怀将军思考了一晚 然而到了第二天的会议彭将军发表自己的看法 彭将军说的话很在理 我们好不容易建立新中国 不允许再次受到外界欺负 更何况这次美国人已经打到了家门口 我们更不能视而不见 当年日本在东北就是如此 一忍再忍只能让我们酿成大祸 这样悲痛的历史不能再重蹈覆辙 所以在彭大将军看来 早晚都要打 不如早点出兵 彰显我们新中国的威严 这番话也是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可 那么接下来在毛主席的带领下 将大量兵力调至鸭鲁江 下一步我军抗美援朝的战争策略 在我国领导人的带领下 捍卫国家的完整 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的权利 这是红军途中发生的最大误会 毛主席离开红四军后 由于环境的差异 身体患上了疟疾 但却被朱老总误以为 毛主席突然理事 抱着棺材失声痛哭 原来之前 郎中看到毛主席病情后 觉得无法医治 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尊敬 竟把自己的木棺材送给了毛主席 没想到 导致毛主席去世的消息 迅速地传遍全中国 就连远在苏联的斯大林也得知 也为多年好友写了一篇道词 来悼念这名未来的伟人 另一边 蒋介石的手下得知 兴高采烈地跑到蒋介石面前汇报 说这是个特大的好消息 当蒋介石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后 内心也是非常激动 他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一生的敌人 就这样被自己战胜 为了再次确认消息 让身边的宋美龄 帮自己再看一遍 复告 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 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 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 毛泽东同志 因长期患有肺结核 在福建前线逝世 确定消息后 蒋介石缓过神 自己统一全国的希望 又一次燃起 可有人欢喜 有人忧 正在前沿阵地厮杀的朱老总 由于装备的差异 部队在这次战斗中损失惨重 当他得知毛主席病逝的消息后 整个人彻底崩溃了 心思完全不在这场战斗上 想马上要回去 送毛主席最后一程 就这样 朱老总不顾炮弹危险 骑着马 掉头就跑 朱老总十分后悔 当时把毛主席从井冈山撵走 如果当时意见统一 红军就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模样 毛主席也不会因为环境差异 而身患虐气 并不会去世 就这样 彭老总带着悔恨 不顾一切 独身一人 跑回毛主席家中 就当他推开门的那一刻 看到院子里摆放着一个硕大的木棺材 朱老总整个人都湿了魂 走路都颤颤巍巍 内心瞬间崩溃 当他走到棺材面前 终于忍不住 失声大哭 朱德非常后悔 在当时井冈山的会议上 自己没有站在毛主席的一边 这才导致 今天这个惨烈的局面 自己失去一生的挚友 也就是这些话 让阁楼里的毛主席听到 瞬间潸然泪下 当毛主席看到自己的挚友 如此伤心难过 自己也赶紧 从阁楼里走出来 这次 朱老总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毛主席竟然活生生 出现在自己面前 俩人紧紧地握着手 从此 朱毛再也不分家 毛主席之所以能好转 多亏陈毅元帅 在得知毛主席患病的时候 连夜赶往上海 并让周总理找药救人 最后突破重重困难 这才将药送到毛主席这边 就这样 毛主席的身体才得以缓解 恢复身体健康的毛主席 一刻也不耽误 立马召开了 党中央领导人代表大会 另一边 当蒋介石得知 毛主席没有死 而且还在古田召开代表人大会 瞬间气得他大发雷霆 自己白白高兴半天 恼羞成怒的蒋介石 立刻命令手下 对红军展开新一轮的围剿 接下来 毛主席将如何带领党中央领导人 突破国民党的军队 领导红军走向胜利 早日实现全国的统一 老奶奶 您刚下山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邓小平呀 邓小平 哎呀 我的活菩萨呀 在前头碰见的肯定就是邓小平了 哎 就这一代 走远了他们 这位老奶奶千辛万苦跑上山 只为感谢他心中的活菩萨邓小平 原来老奶奶的孙子考上了大学 老奶奶便要上山拜佛 感谢一下邓小平 可邓小平就坐在他身边 老奶奶却不认识 1979年7月 邓小平来到安徽视察民情 随后在当地市委书记的邀请下 一起游览黄山 虽然当时邓小平已有75岁高龄 但对于这位老红军来说 爬一座山根本不算什么 爬起山时脸不红气不喘 比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强 边走边感叹到黄山的美丽风景 邓小平也是非常开心 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 此时邓小平的妻子和孩子 却完全跟不上邓小平的脚步 就在这时候 邓小平就发现山下有很多游客 被工作人员拦住 不能上山 于是便问市委书记 这是怎么回事 书记回答道 是为了邓小平的安全 所以才限制上山的人数 听到这时的邓小平显然很不高兴 我在说一遍 不风扇不短游 不妨碍群众游蓝 同意我们继续登山 不行 打倒 看到邓小平十分生气 书记赶忙让工作人员 把登山的大门打开 随后山上的游客 也是慢慢多了起来 然而很多游客 也是一眼就认出邓主席 人民群众也感受到 邓小平对大家的亲切感 这时身边工作人员 劝邓主席休息一下 而邓主席却告诉大家 登山的时候 那么走得慢一些 也不能停下来 这就和当时红军一样 步子可以慢 但千万不能停 如果停下来 就再也跟不上队伍 不得不说 当时经历长征的战士们 实在是太伟大 拥有铁人一般的意志 就在这时 邓小平看到坐在石台 休息的老奶奶 便走上前打招呼 紧接着连忙问道 老奶奶今年收成满意吗 说着老人家便拿出 自己做的高粱饼 但邓小平怕浪费粮食 于是就撕下一小伴 邓小平边吃边赞美 随后邓小平问道 老奶奶为何上山 原来老奶奶是来山上拜菩萨 说家里儿子得到好的工作 连孙子也考上了大学 听到这样的好消息 邓小平也很是高兴 老奶奶怎样都没想到 自己要感谢的人 竟然就在身边坐着 是她恢复了全国的高考 让更多从农村出来的孩子们 考上大学改变命运 然而就在老奶奶下山的时候 遇到几位大学生 这几位大学生 连忙向老奶奶问人 老奶奶 您刚下山的时候 有没有看过邓小平呀 邓小平 我要拜谢的那个人 他就叫邓小平啊 他上黄山啊 对呀 刚才好几个人都看见他了 所以我们也想上去追着呢 哎呀 我的活菩萨呀 邓公用一生的精力 让祖国一步步走向繁荣 更是让祖国迅速发展人才 改变更多农村孩子的命运 一个强大的国家 一定会有一位伟大的领导者 让我们向这位和蔼可亲的伟人致敬